公路安全 人人有责 可是竟然有不负责任的司机 罔顾他人安全 刻要吸毒之后开车上路 害人害己 武吉阿曼警方和其他的执法机构 在首都展开的联合路检行动当中 就逮捕了四名怀疑吸毒的司机查办 当局昨晚在新街场收费站设路障来领检 对可疑的驾驶人士进行了尿液检验 结果发现一名轿车司机和三名重型交通工具司机 疑似在吸食大麻和冰毒之后开车上路 随即将四人逮捕查办 在长达三小时的行动当中 当局一共查获了68宗违规案例 除了留巴士营运执照不合规格 还有司机改装车牌 无排驾驶和路税预期 一律开罚处置